在莲子大师的徒收放生 放水族独解丹沙 这个公案里面 他主要是提到李景文这个人 李景文他天性很爱护动物 每次外出游山玩水 一见宜夫捕获水族 就是义鱼生以钓亭 钓亭就是渔船补鱼的渔船 那么义呢 他就是买物放生 就是把渔船补上岸的物列把它买下来 结果他就因为种了这个善因 所以他后来遇到险难的时候 可以消灾免难 换句话说就得到颜舟 所以他说义鱼生以钓亭 像这种情形 我也看过一个现代公案 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华侨 叫列久兰博士 他是推动素食荒生 念佛忏悔 非常努力的一位菩萨 叫列久兰博士 那他曾经就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加拿大的一个 得到癌症的一个女众 当时他就是求教于列久兰博士 列久兰博士 有把他的故事讲出来 那么这位加拿大的女众 得了这个癌症以后 本来认为会往生了 他就到他向往的尼泊尔去旅游 就遇到了一位密宗的一位 喇嘛法师教他说 你回去加拿大以后 你努力放生 放多少呢 那位喇嘛的法师告诉他说 你多少岁数 你就放多少条鱼 而且你要很自然而然的 很随眼的方式去放 那么这位加拿大女众 就是每一次有遗传进港的时候 他就随他自己的能力 把他买下来 然后就放生 这样放到后来癌症好了 这就是这里讲的 亦遗生亦吊亭的现代故事 那这个李景文 他因为他心地慈悲 所以看到遗夫捕后水族 一定不洗金钱 全部买来 把他放回降中 让他们悠悠而起 那么李景文他 虽然这么慈悲 但是他呢 他喜欢服用养生的补平 这个就是智慧没有开啊 他不这个 对这个身体呢 很爱护啊 那么李景文呢 他喜欢服食养生补平 那他服用了火烧链的丹沙 激酒呢 热气上宫 变成疾病了 背上就长出庸苍 那么延寝明依真是呢 服用种种汤药都没有功效 病情非常严重 病情非常严重 有一天呢 他在昏迷睡梦中呢 好像有成禽的鱼类 用金翼呢 这个金翼呢 他的庸苍 使他呢 顿时呢 感觉清凉一块 那么第二天呢 庸苍渐渐消肿 疾病应得到全益 这呢 跟前面我们讨论的那位厨毕 他呢 把主人的 买来要宰杀的鱼呢 放走 结果温历来的时候呢 这位厨毕呢 被主人把他丢到水池旁边等待死亡 结果没有想到半夜呢 水池中的这个被放生的鱼呢 竟然会爬起来呢 用这个水跟这个淫泥呢 来敷这个 除臂的这个 这个身体呢 让他退烧 那后来温历也平安啦 跟这个一样 李景文呢 这个情形呢 跟除臂一样 好